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李总告诉我们 这么好的米如果不会煮那不就可惜了吗 您有什么方法告诉我们好不好 告诉我们这个频道上面我们的所有的听众 怎么样才能煮出一锅好饭怎么样做呢 主持人其实我从小我就会煮饭 因为我父亲他都不会吃 他只会吃 我妈妈她要到外面做生意 我们所有外面的事物都是我妈妈出去比较多 那我们小孩 我练国小我们都在家里 不能出去 那我煮好去煮饭 煮给我爸爸 我祖父祖母 还有我们几个吃饭 所以从小我就看到我们那个米是怎么煮 那么我们刚开始是用那个稻壳 水稻壳那个壳去煮 切到壳 那个粗坑就是 粗坑 台湾话 粗坑 那么这个是最难煮的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它的起火 是 很慢 是 然后熄火 也是一样 而且那个时候没有电锅吧 没有电锅 对 要拿碳火来煮 碳 不是碳 是 倒壳 就倒壳 有那个水稻就一颗一颗稻米 那个壳 剥起来的壳 就用那个当燃料 那个高燃度 还有有的是用木材 那有的是用竹林 有的是用甘蔗叶 甘蔗叶 我们也用甘蔗叶过 也用木材过 也用稻壳 水稻的那个壳 那一顿饭煮下一步全身都是 都是很臭的味道 至于技巧就不一样 在煮饭 你原来的材料 比如煮的东西的材料 包括后来发明的电锅 还有用瓦斯 用瓦斯煮 没有以前电锅还没开始是瓦斯先 对 比较多 那每一种煮法其实都不一样 那么我们米蹄好米 米蹄饭店的米最重要的就是 第一个就是品质好 是 荣耀重金属 剩下要煮的就要看你自己 这个 要不然你就到我饭店来 我饭店就教你 教你怎么去做出最好的米 有没有说 有没有说 比如说在煮饭之前 你的米洗完了之后 你要泡在水里面泡多久 有没有这个配饭 其实 这个是一个大概也不科学 对 你比如说 我是 你的米要先了解 你的米是怎么来的 有的是烘干烘了十三度十四度 有的烘到十五六度 米最好吃的就是 含水率十五度最好 你那个含水 你米有含水率 刚最好十五 十五这个标准 那么 再来就是 你如果泡水太多 其实也不见得好 看你是要怎么煮 你是用蒸的 有的用蒸的 有人去买那个什么 叫做什么 月光米 有某一家大饭店 我就笑死了 你为什么买月光米 他说 我们公司这样最好 我说 你去盛一碗出来 我来吃 结果呢 我说 这哪里比青菜 随便我一个都比你这个好吃 不是贵就会好吃 你知道 他不会煮 他拿那个 去用大的那个扇去吹 那起来 根本就不见得好吃 所以看你 你是怎么去制造 你流程错了 你煮出来 就不见得好吃了 是 所以 我在 这里 我说真的 我会研究 很多 我工厂 我们风一炙米 我们米提好米 最重要就是 重金属 那些有的没有的没有 对 懂不懂 不会有这些东西存在 这个管理 管理的好 吃了你都放心 那另外呢 如果以正常的来讲 也是比较好煮 比较好煮 有的人 有的是 比如说你如果放混酒的米 煮起来 滚 新的米 比如说我这个是两年前采收的 我这个是一年前 我这个是刚刚采收的 煮起来就 完全不一样 都不大一样 而且它的粘度 口感完全不一样 你说要怎么煮呢 所以会因为这些米 它的含水量不同 所以呢 需要放的水 或事先要泡多少时间的水 都不一样 对 你有的放一年 有的放两年 有的放 刚开 刚新的米 那你都一样 我觉得是不对 所以也不可以把这些不同的时间 所做成的米去混在一起煮 千万不可以 其实有的混起来也不错吃 口感就不一样了 因为有的是 比如说 我去年的米 快要完了 用快要完了 对不对 如果说我现在是新的米 那如果说你客人每天都吃那个 突然完全会吃到不一样 会奇怪 所以有的就会放一点 那个旧的 会放一点 我听说 听说有的这个 在卖 比如说卤肉饭 或者这些餐厅里面 是这样去煮饭的 他们 比如说一部分的这个米 就是普通我们买来的这些米 蓬来米再来米 差不多是这样 可是另外 他们会再加一点点糯米加进去一起煮 说这样子出来的口感就不一样了 是真有这样子的事情吧 其实任何食物都是一样的 是 到底是一样 我餐个什么东西一定口感不一样 那只是一个变化 是 但是你要认定的就是 哪一种米 我买了我放心 比如说现在 很多外面的米 说什么有机 有什么 其实你说怎么有机 你光一个农田的管理 你做一个水栽来 全部都是合在一起的 怎么有机 其实最重要就是 你比如说有农药 那一定要多少天以后 你才可以采收 这个就是管理 是 这个就是管理 你如果说 隔壁撒农药 对不对 你这边 排水都跟它一样的 那你会不会被沾到 还有风 方向 也会 结果你明天要收割 后天要收割 别人要两个礼拜收割 噴了农药以后 你是马上收割 那你这个有机 怎么有机 受了影响 当然受了影响 有机的要管理很不容易 所以你在跟农友们 做这些沟通的时候 他们 会不会一开始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我觉得是 会接受 以后会慢慢接受 因为现在很多农民都很聪明 只是有的为了自己 尤其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台虹天 怎么说 怎么说 比如说台虹要来 所有的植物都要割起来 包括水果 包括蔬菜 对 昨天刚撒农药 明天要叫它收起来 要不然怎么办 对啊 所以这种菜 我真的我也怕食安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台虹天 煎过几天以后 那个蔬菜 什么那些水果 就要特别注意 是 那我们这个米 就是煎过一个很严谨的制造 就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你说要怎么煮 怎么泡 其实都 我们都 会告诉你 比如说 你跟我的一样煮 你不懂 就打掉它来问 我们会告诉你 那因为很多种不同 都不一样 而且有的要走稀饭 那你要告诉他 稀饭怎么煮 是 那我看 很多煮稀饭都不及格 你煮稀饭 真的要用我们走水系的米来煮 是最大的 为什么 第一个 黏度过 是 黏黏的 那个 第一个要黏 那第二个 那个口感 完全混滑 滑滑的也很好 不会好像 那个 吃起来好像没有感觉 反正那个感觉 我讲不出来 可是 李总 这样子 您说了这么多 告诉我们 怎么样可以煮出好的米 对不对 然后呢 好吃的米饭 其实口感是如何 甚至于好吃的稀饭 口感是如何 对 那现在我想要请教你 那要怎么样 在哪些通路 才能买到米提的好米呢 我们米提饭店 你没在买吗 不是啊 因为我刚出来没有办法 所有的 所有的管道都有办法 是 就只有你 上我们米提饭店 我们就有了 我们的网站 是 那当然我们有很多地方也会买 卖 是 慢慢的 因为我不再 我现在要挑 比较好的通路 嗯 真的现在的米有得分 譬如说我在屏东 嗯 结果我用的米是 竹篮 苗栗 哎 它全省乱说过 合并的 是 那根本品质就没有办法齐 那我的米不一样 我保证 我们米提好米 目前 我们完全都是 浊水溪的 嗯 这个我用米提保证 就敢保证 是 那一般的就不大可能 南北 甚至有的用国外的米 那外国米呢 其实有的也不是不好吃啦 只是说 嗯 也是品管的问题 最怕的也是品管 是 那这个才是食安问题 所以 你如果买台湾的 当然食安也比较放心 那国外的呢 啊 我最近在市面上看到很多 诶 各地那个米 为什么都参国外的 还有有的用新的 旧的乱 乱混 哈 那这个 这个我也很奇怪 是 啊 为什么要这样做 当然有的为了是 比较便宜嘛 嗯 你没有办法 啊有的是比较投机 哈哈 听说 听说啊 这个米的包装也是您自己设计的了 啊 这个是我设计的 没错 嘿 为什么啊 只不会想要这样子设计呢 因为 非常不错啊 我第一个 我米提好米就是用米提的一个logo的发展 是 把米提 让人就知道 这个是精致的饭店啊 啊 啊 这种饭店那么足够的 你吃了他的米你就放心 啊 这个也是我们 比较 心里比较纯重的 是 因为 因为弄我的logo下去了 如果 品质有问题 人家是找 找米提啊 米提就会相对的名誉会受死 但是如果说这个他们觉得不错 相对的 哎 他对米提也会尊敬啊 亲于 会喜欢 哎 我这个来台湾最好的饭店 吃最好的米 啊 因为我们有 研发几种 一个米提好米 好水 米提好水 嗯 还有米提好水 好茶 嗯 其实最重要是水 我米提饭店 全部是山泉水 竹林里面的山泉水 是 我保证是一流的水 米提水 是 米提的酒 自己 自己用 因为我们 不卖 那个不卖 因为我 我们所有的在这里 主要米提的酒 都是自己做的 自己做 是 是这样 各位我们央广的好朋友 那今天的志评为您邀请到 西头米提大饭店的总经理 李立玉李总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介绍 什么样的米呢 才是有人情味的米 什么样的米才好吃呢 当然 经过李总的解释 您可以知道 经营米厂也是需要用尽一番苦心的 提到了这样一个有人情味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让志评也想到了 每一年的这个 在除夕的前一天 每一年的这一天 我知道 李总他们都会在他的家乡 也就是嘉义的过沟地区 布袋 是布袋 布袋这个地方 会有回馈乡里的行动 我会不会先请李总也跟我们简单的介绍这个行动好不好 其实我跟我弟弟李立生 我们出来做生意 每年一定会回馈乡前 每年都会弄一些红包 我们的红包有好几种 第一种 会先列出来 一个回家 因为我都提早三四天 就开始回家发红包了 那是每一年最高兴的时刻就是发红包 因为你发红包 拿到红包的都会笑嘻嘻都很高兴 然后甚至回故乡就可以见见那些 父亲的老朋友 或者以前帮助过我们的 或者我们的长辈 或者那些穷的 都有 各个类类的都有 那第一个就是助亲的类一张 这个就不在那此类 这个都包的可能都比较大 助亲的 那么第二类的呢 我们当然就是 就给各个里长 里干事 他每个里 我们过过有三个里 我们过过是台湾最大的村 比人家一个乡还大 是 对 我们过过很大 那么有一千多户 以前是一千多户 当然现在人越来越少了 是 那 那 我们就 他们照彻来领 一级 二级 三级 平民 然后再加上 这个第一个是给平民的 第二个是给八十岁以上的老人 你知道我们现在八十岁有多少 多少 有很多吗 三百四十五十几个 一个村 一个小村 那六十五岁的有一千七百多人 哦 所以变成 这么多年来 您跟您的弟弟兄弟俩就固定会回到家乡来 来发这些红包 可是 已经持续多少年了 我们 差不多三十年 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 差不多了 那这几年 我们都加了就是一个 在吃饭 因为 我换肝 对 我是去换肝 然后去手术了以后 比较有空 是 以前都委托 叔叔 伯伯去帮我们 去花钱 谁领钱也不知道 是 所以 想 那种少要自己看一看 就请他们来吃饭 就整个村 就 就来办活动 请他们来吃饭 哇 然后再发红包 是 那今年 就有 一百六十三周 大概一千六百个人 那 除了这些请客的办斗耳机 再加上那些红包 光是红包 可能就要花个几百万吧 几百万吧 差不多 哇 所以这样子 回馈乡里的行动 对你们来讲 其实它最重要的意义 就回到我们 刚刚一开始 这个节目里面所谈到 其实就是跟着爸爸的理想 一起走 而且今年还送 米提好米 我们就翻讲一些 因为包装不出来 所以没有每个人有 就给那些受奖的 一部分的人就可以拿到 米提好米 他们拿得很高兴 看到 哎呦 他又回来再做米了 所以 总经理我想 最后再来请教您这个话题 其实很不简单 这些回馈乡里的这些行动 正好也就是 当年爸爸给你们的一些教导 对不对 那么 接下来还会继续再下去吧 其实我们 今年的 发送的 这一些给肉食的 我们除了本乡镇以外 我们还有到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台南市的 电间协会 我去年就送了他们一部轿车 然后他们今年来 我也赞助他们 还有我们那个 嘉域的一个敏道家园 那也是弱势的 那是老马的 天主教里面 我们也赞助他们 是 敏道发园 还有那个 那个 我们兰华高中 还有 我们辅人校友 是 那一些 弱势的 或者比较穷 我们都 是 扩大 赞助 真的 很多地方 包括 那个 我们南华高中 在台北的 是 大家都很高兴 反正花红包 很令人感动 我们尽量来扩大 是 各位央广的好朋友 今天志平在EBN访问西头米提大饭店的李立玉总经理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感动 为什么呢 因为 除了我们看到一个有良心的企业家之外 我们也看到了他在赚到了很多很多的钱之后呢 当然更懂得要回馈社会 这一切都根源于他小时候的成长 他的爸爸所给他的教育 以至于呢到现在我们看到有这么多好的产品 而且呢也看得到很棒的回馈 这些其实就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他应该要做的 而且呢是做的非常好的 今天志平也很荣幸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访问李总 当然之后我们还会继续再多报道一些有关于李总他的善行 还有就是呢 他在很多企业经营上面所放逐的这些心力 都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李立玉总经理来到节目当中 刚才聊了这么的多 李总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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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